人工智慧科技的突飞猛进 现在世界各大汽车厂与许多高科技公司 都在研发所谓的自动驾驶车技术 但是自驾车事故频传 究竟智能交通运输的趋势为何 自动驾驶车的优点和缺点又都是什么呢 美西华人学会科工组将要来举办的智能交通运输研讨会 针对这些问题做出深入探讨 美西华人学会科工组将于6月3号周日下午2点 在洛杉矶乔教中心举办智能交通运输研讨会 探讨如何发展成功与安全的自控交通运输 以及需要哪些交通系统设施配合 欢迎民众参加 当初在发展这个无人驾驶汽车 最重要的一个宗旨是在减少车祸 美国一年在公路上死掉4万多个人 它这个汽车能够用无人驾驶来控制的话 他们估计在这个车祸死亡的人数 可以减低到70%左右 我认为真正的功效在这个地方 可是我认为 我个人认为 这个技术到成熟的阶段 还有一段时间 还有一段时间 你把这个人工的智慧 完全能够变成一个 能够操纵这种路上的这个寻找 我想15 20年 可能还有一段时间要走 到了将来 没人汽车满街跑 还有没有方向盘的车 你敢开吗 因为有那么多的 所有的大的高科技公司 像Apple Google 还有Tesla 还有各大汽车厂 他们都花下了很多精力 在做这方面研究 所以这些大家都很关注的事情 我们也借这个机会 把这个智能汽车 无人驾驶汽车 它的可行性 它的好处 它的缺点 它的安全性的考虑 是怎么样呢 用这个机会 请专家学者 为大家来做个解释 研讨会将围绕三个主题 Capoli Pomona 土木系系主任贾徐东 将探讨智能交通的趋势 研发和可能问题 擅长于交通政策方面的杨学海 将探讨车辆与交通系统设施的 智慧连接 安全交通专家 美国汽车俱乐部 AAA安全基金会总裁杨正义 特地从华盛顿抵达洛杉矶 与民众探讨自驾汽车与道路安全 欢迎有兴趣的民众前来参加 周末电视采访报道